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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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不能帮本公主一个小忙 不 公主 只是近日正是炼丹关键期 我尾时脱不开身 毕竟这丹药 我本是要献给公主您的 七品丹药 传闻秦峰超越吕风海 成为了天孝公最强炼丹师 居然真不是虚言 若是如此的话 那本公主就不打扰秦峰供奉了 你继续炼丹吧 是 这秦峰若能为我炼丹的话 倒还能留意 公主刚才是想对我下杀手 可能就抓紧干掉公主了 幻境开启之日 秦峰与慕林月一同去往天灵幻境入口 秦峰 进去可能会被传送到不同的地方 独自一人时要小心 知道了 这是 天灵幻境之中 竟然来火山群猫 慕林月不在 看来是传送到别处了 那是容颜飞龙 死龙的妖合可是好宝贝 必须拿下 谁 这么快就碰上其他进入幻境的人了 你是天孝公的吧 给野滚 那是我的猎物 大人 我有眼不识泰山 请您饶过我吧 你害我放跑了容颜飞龙 就想这么算了 你 你要做什么 麻烦你戴罪立功吧 救命啊 我还不想死啊 上钩了 灭魂笔 释放冰霜妖妖气 打败容颜飞龙 拿到火属性的妖合了 现在就让灭魂笔 吸收了 大致不肯 妖合我都要 灭魂笔 这 我这个妖艳 怎么能够着生精神 好 这些妖合 现在都归我了 多谢您 您是 真是麻烦 你醒了 毒我已经帮你解了 我携带的解毒药都没用 你竟然能解 对炼丹师而言算不了什么 再见吧 请等等 我想邀您与我组队 我有幻境之宝的情报 即使高手又是炼丹师的话 他一定能 抱歉 你我初次见面 合作什么的 我还不能信你 我哪皇国王朝妥孝孙女 我的话句句属实 天灵幻境中 有罗神剑谱 是吗 真的有罗神剑谱 从那个门中进入 最深处便是质宝的所在地 你确定所谓的质宝 真的是罗神剑法 是的 罗神剑法昔日由妖皇创造出来 超越人类现存的所有剑法 我家仙祖曾于幻境内苦苦搜寻剑法 可从未寻到 后辈自当完成遗愿 怎样都好 剑谱到手后 给我看一眼 让后军一拍两散 诶 由我拿走剑谱 真的可以吗 当然 于是清风便和李如仙 深入一季之中 看来这里头除了黑链妖蛇 还有别的原住民啊 这 这是叶鼠吗 引逐群为单位 往往上百只一起心动 而且修为皆在虚空镜四层一身 我们怕是危险了 一帮畜生而已 随命啊 这 白鱼之虚空镜叶鼠 竟然被清风一招毙命 死人好强 通过隧道后 二人来到了一季最深处 就是那个 我家仙辈说过 雕像托举着的就是剑谱 很好 剑谱是我的了 这是 琴风 倒一了 没想到那个雕塑 实际上是休眠的妖兽 独白奉妖黄大人之命 再次守护剑谱 赶祖鼠败速速离职 竟然是妖黄清兵的守护者 既然如此 你可使得此剑 入神一世 流风回旋 好强的威力 这 这人不是炼丹石吗 火力居然也如此强大 大丸只是动了他一只手 看来此药实力不弱 不能有手了 好强你放肆了这么久 赶其数了 这股熟悉的气息 它都是摇晃碧枪 落神 义无轻神 这次用完天杀嗜血丹好 副作用好大 是丹药调配的问题吗 打败妖兽后 秦枫立刻开始研究剑谱上面记载的落神三世 我看完了 你拿回去吧 这 真的吗 我李家在荒谷王朝 我李家在荒谷王朝颇有地位 若之后需要报仇 请来李家找我 我名为李如仙 我知道了 能有如此下一星城 且坑坦 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啊 离开仪器后 秦枫继续寻宝 这 这是灵树产出的纯天然灵液 喝一口 就无异于吞付一枚三品丹药 居然能碰上这种东西 秦枫 你怎么出来了 秦枫是木属型妖兽 对这树枝特别感兴趣吗 秦枫 秦枫 怎么了 秦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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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催眠虚空妖物的花粉 舅舅 你竟然有了新的能力 舅舅 原来境界也增长了吗 太好了 舅舅 舅舅 灭魂笔可以释放炎之妖体 我吸得了洛神三世 而且舅舅能力还大幅增强了 这趟幻境之旅 大转特转 喂 小心点 可恶 难道我们都要死在这里了吗 这不是天孝公公主的弟子吗 他们来这强行对抗差距 如此大的妖兽做什么 问问看好了 你们在这做什么 看不出来自己和妖兽的差距吗 秦峰姑父 那是秦峰姑父 还请您救我等一命啊 秦峰姑父好强 感激不禁 愚蠢到找这种对手 若不是公主让我来保护你们 可别指望我会救你们第二次 我们不是自愿来死的 我们的一个同伴是间谍 他将我们诱骗致死后 就逃了 怎么回事 说清楚些 我们如今才知 他是荒谷王朝的间谍 师父赐给我们的重宝 也被他带走了 那间谍妄图借妖兽之手 杀掉天孝公的好苗子 他手里还有公主的重宝 那人有何特征 他个子不高 将天孝公的衣服退去 换了身黑色的行头 这单要给你们疗伤 我去看看能否追回重宝 供奉大恩 感激不尽 心 清风够风 可惜 敌人的弟子可留不得 下辈子注意吧 爹 爹爹 啾啾 你知道那间谍的方向吗 啾 这里 啾啾 能把爹爹找 我知道了 看来咎咎真是越来越厉害了 天孝公上下全都是呆子 这么长时间 竟无一人怀疑过我 如今天孝公副公主雨灵 消失不见 郑公主默然 也独目难知 此刻 正是荒谷王朝 侵吞天孝公的好时机 可以回去禀告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我还以为是谁 这不是只有虚空敬武才 的供奉大人吗 怎么 你都暴露了 见到我还不逃 就凭你 在我看来 你就只是范少博 养的狗吧 杀吃屎 这 是什么 我可不想在你身上浪费时间 让我看看你拿了什么好东西 这就是公主的重宝 为何有如此厚重的不祥气息 之后数日 秦峰忙着到处搜集药材 天灵幻境确实太大了 这些天也未能看到莫灵月 希望她没事吧 你可真是冥顽不灵啊 那是 莫灵月 你应该明白 游牧民族能在狼牙草原和天孝公分庭抗礼 离不开我荒谷王朝的支持 光靠你自己 根本收不住那么重要的东西 就当我们买的 快告诉我们在哪 还不快快交出来 难不成繁森部落 想要与荒谷王朝为敌吗 不 我们 我们部落绝部 住手 谁 找了这么久 可算是见到你了 是你 秦 秦峰 你是何人 想跟我们荒谷王朝作队 你 你又是什么人 在我面前 岂能容你放肆 你是何人 你可护慕灵月一时 也能护凡僧部落一世 你也配威胁我 你终究就只是虚空境而已 也敢对我出手 居然是半步虚神了 没想到幻境内还有个高手 但你以为半步虚神 我就怕 我身一世 我为神 王爷 王爷被杀了 敢杀我杰义兄弟 我要你 以命换命 又来排队送死的人吗 哼 不知死活的蠢货 你去无知枪下放 借此机会 让你们知道 我们之间的差距 有多大 也尊敌点 我的枪 怎 怎么可能 那是陪伴我龙甲 走过千年岁月的重宝啊 还是交给我吧 是 得手了 不对 这是残影啊 猜对了 到此为止了 真是无趣 不好 死人太强 快走 不自量力的蠢货 秦枫 谢谢你救我 原来你找到了铲出林叶的林树树苗 怪不得那个王爷会胁迫你 如此宝物交给他们实在不甘心 但我们部落 确实没办法守住树苗 这样吧 你若是可将树苗给我 我大秦会保证守护你吧 真的吗 而且每年都会赠予繁僧部落 千枚三品丹药 没有期限 一 一千枚 每年 你 是大秦来的人吗 当然 我可是大秦化世人 我向你保证 事后 秦枫离开幻境后 准备返回天孝宫 但回到天孝宫附近时 秦枫注意到 民众正在逃难 请问你们为何在逃难 你不知道吗 天孝宫都揽不住的妖兽大朝来了 天孝宫已经有三成领地轮迁了 糟糕 如果天孝宫都揽不住 岂不是会殃及大秦 秦枫共凤 你总算回来了 快想想法子 天孝宫已经无力回天了 冷静点 先将妖手情报告诉我 什么 化为人形的断鸟鬼囊朗 和绿毒血脂 范大人 给我搜集材料 我要炼丹 炼丹 现在吗 好 公主 经过之前的苦战 现在我们元气大伤 恐怕再难堵截 被妖兽异化的妖人大潮了 可恶 绿毒血脂生性狡猾 他不断对黄蟹施加压力 是想逼我出手 此刻 他应该就藏在暗中 准备冲袭我 事已至此 为了缓解阵线压力 不会有冒险一事吗 报告 首席供奉秦锋 送来了他研发的新式武器 这不就是一枚丹药吗 武器在哪儿 简直就是胡闹 这丹药就是武器吗 怎么用 秦锋供奉说 只要将其丢到敌阵中即可 那便试一试 好强 原来丹药也有这么大的威力吗 丹药还有吗 秦锋本人在哪儿 有的 各个阵线都获得了数千课 秦锋供奉去往了东部防线 是吗 看来天孝宫能否度过此劫 全凭秦锋了 你要杀掉引发妖人大朝的 妖兽首领 没错 这是最快解决兽朝的方法了 你们尽可能地拖住 其余妖兽就好 可想要接近他们的老大 可是很困难的 这些妖兽 各个都有虚空镜 五层以上的体部 没关系 我早就想到办法了 别闻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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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果然是天才啊 但他的对手 可是虚神镜妖兽啊 恐怕没这么简单 我嗅到了 高阶人类舞者的鲜血味 我来给你行刑了 就凭你 怎么可能 区区人类舞者 竟然能看到我引以为傲 精心劣质的镰刀 不为敌的那一刻 你的死期就到了 你对我行 我倾城 好快的速度 齐锋真的将其斩杀了 如此一来 妖人大潮可治 平民有救了 那是 绿毒血质的分身吗 必须查看一下 秦峰 这是 这绿毒血质好生恶毒 竟然靠着寄生 不断蚕食着同伴的力量 断求鬼堂狼死了吗 安心去吧 我的同伴 谢谢你给予的养分 是时候了 一口气 碾碎人族舞者的阵线 这帮药人 怎么突然发疯了 怪藏 在手下就会死的 他们无视弹药的爆炸 这鲜血好像吸收了什么 竟然再度晋升了 你就是这些 人族手中的头领吗 撒了你 就再无人能阻挡我了 怎么会 公主是被杀了吗 不 他千军一发之际逃走了吗 无能的人族舞者 真是会逃啊 如果首领不在 那便摧毁城市 屠戮人类 无知霸业的第一步 即将实现 不 今天你们妖族将止步于此 什么 要是有本事 就先杀了我吧 虚神镜要发 独爆弹 我当是什么人呢 区区虚空警也敢大放厥词 凭这种攻击 你想打败我 什么 让我品尝一下你的味道 做梦 那是什么武器 竟然能劈掌开我的舌头 莫非是你击杀的断球鬼堂狼 没错 但你知道的太晚了 弱神三世 你的武器 难道是 畜生终究还是畜生 神光离合 弱神三世的威力还不错 可恶的妖兽 竟然差点杀了我 秦风共凤 杀死了绿都谢之 其他异画妖人也不再动他了 秦风共凤外遂 竟然真的消灭了妖兽 秦风 做得好啊 过奖 秦风共凤太强 秦风共凤太强 什么情况 仅此一战 比起我这公主 这帮人更尊重秦风了吗 好啊 秦风 功高盖主 你说我该怎么处置你啊 祖旨受巢 秦风共居首位 莫然竟让范少博这副公主退位 封秦风为新天孝宫副公主 弟子们对此心服口服 混账 秦风那家伙 竟然顺势夺走了我的副公主之位 写风仪式数日后 莫然接受治疗 要我说啊 秦风副公主迟早取代莫然 说的也是 打个妖术公主就不行了 我看还是早早让胃钻了 这秦风果然留不得 不过我现在重伤 很难除掉它 但我的封赏 应该已经离间了他和范少博 行风 范少博近日想设宴招待你 问你是否赴宴 他被退位 肯定没安好心 这定是一场鸿门宴 没事 去 当然要去 只是在那之前 我需要闭关修炼一段时间了 恭喜你秦风 成为新任天孝宫副公主 这可是运用诸多名贵药材 才酿成的好酒 我专门 为你准备的 范大人有心了 哎哟 您是身体不舒服吗 秦风副公主 范少博 你这酒里 有毒 哈哈哈哈 秦风阻止寿朝的英雄 眼下为何如狗一样 趴在地上 你们联手了呀 如此甚好 就能一口气将你们 一起精灭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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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能有如此为事 那不成 不好 秦风 你中毒是装的 哼 当然 想让我这个顶级炼丹师中毒 清醒一点 别再做梦了 如此甚好 妖血灵机 我也不想如此无趣地杀了你啊 秦风 你妖血入体 你用了妖族的术法 当神不好吗 只要能获得力量 当不当人 就有什么要紧 那你以为 我在来这场宴会前毫无准备吗 自收到你们的红门宴邀请几 我就始终在修炼 提升境界的不仅是你 呆子 大言不惭 区区失空计 能在我手下挣扎几秒 是吗 现在就让你体验下 你我之间的差距 独身三世 独身离合 虽然我现在是虚空进九层 但也可以和虚神进五层左右的一绝高下 当晚 秦风对外宣称是范少博 意图谋反 害死了公主 而秦风则是为帮公主报仇 反杀了范少博 公主一死 天孝宫大乱 于是群龙无首之下 秦风自然接任了公主之位 秦风公主 秦风公主 在秦风的操作下 天孝宫已成为了大秦附庸 与此同时 荒谷王朝 也正在准备一场葬礼 天孝宫之人 竟害死我寄予厚望的接班人 我作为荒谷王朝的王 定会毁掉天孝宫 为你陪葬 刘其茂 攻打天孝宫的远征军 需要多久才能集结完毕 主力皆在外征战 重新集结 恐怕还需一个月 行 此次集结好后 我会御驾亲征 接下来的重中之重 就是破禁入虚神了 我需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秦风 有位美女来找你这救命恩人 你见不见 李如仙 你是 荒谷王朝的人吧 为何来我这儿 此番前来 我愿能请你去救救我爷爷 我愿意为此支付任何酬劳 抱歉 荒谷王朝与天孝宫向来势如水火 我可不敢贸然去你们国家 但 但我为您带来了情报 自至一个月 荒谷王朝就要准备对大秦开战了 大军马上会赶赴到这里 皇帝想为皇宗成员报仇 前来彻底毁灭天孝宫 荒谷王朝要打来了 是吗 如果这情报是真的 那我愿意前往荒谷王朝看看 万分感激 随后秦风便与李如仙一起奔赴荒谷王朝 大超姐在这炼丹大师回府了 大超姐在这炼丹大师回府了 全身都被虚神经邀悟的毒轻尸 全身都被虚神经邀悟的毒轻尸 别再找人来了 我这毒已经没救了 你们散了吧 让我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去 别人或许知不好您 但这可不包括我 这没丹药 请您先服下 我这份残缺的冰区中 竟然奔用着生命的能量 我 我好了 我的毒好了 这灯又是 莫林生西丹 融会了多种药草精华 专制妖兽之毒 大师丹术高明 为感谢您救命之恩 我府上宝贝 您可尽管拿走 不用 李如仙大人贵为左相 我倒是更想要一些 荒谷王朝的情报 当然可以 但我还有一个小请求 请讲 希望 你能先和我的孙女订婚 爷爷 你在说什么 英商过去是很值得追随的君主 只是现如今却愈发魔政 荒谷王朝迟早崩毁 老东西找死 而我也该为家族找好退路 如何 愿意娶我孙女吗 老狐狸想要用孙女做筹码 和我绑定 非常抱歉 李姑娘貌若天仙 但眼下我无心魂配 没关系 你慢慢想 我们可以等 驾 驾 老狐狸竟然还想着考验我的战力如何 不过正合我意 秦枫 你可知 荒谷王朝第一猛将 洪敬天 他为荒谷王朝立下赫赫战功 也会是此次征战的总指挥 若你能截杀洪敬天 就可拖延荒谷王朝的进攻时间 按照祖父的推测 洪敬天应该就在这一带了 只是无法确定具体位置 交给我吧 我来 被发现了吗 你快躲起来 知道了 哪来的帝国探子 找死 你不是将军吗 抛下军队独自过来了 当然 我向来身先士卒 喜欢战斗在最前线 也就是说 即便你死在这里 也无人知晓 对吗 你似乎 不只是个探子 将你知道的情报 都吐出来 我赏你个痛快 怎么 眼睛不好使 看准了再打呀 想赌 但我这一记 可以击穿山岳 我先死吧 血神经秘法 轰雷闪 若神二世 青云地狱 撤 怎么可能 好快的速度 雷电又怎样 元素攻击我是可以斩断的 啊 啊 如此一来 荒谷王朝的大军就群龙无首了 那接下来 我也能集结我的部下了 之后 秦枫召集了自己的老部下们 那 狩猎 那 狩猎开始 红敬天已死 对荒谷王朝的战力 必然带来极大的影响 但我要做的 是毁掉荒谷整套军队指挥系统 清风带领秦帆江等人 盯上了荒谷王朝领兵的军官 还有谋士 一时之间 荒谷王朝的官场 陷入恐慌 谁都担心 下一个遇刺的 灭尸刺激 参见陛下 除了我的爱将红敬天之外 还有至少三成的将官和谋士 都被天宵公暗杀了 真是七尺大辱 陛下莫及 老天来了 您 您是 终于请来了 等您好久了 师叔祖 百里前辈 您出关了 昔日天孝宫 以三名虚神境的性命为代价 才重创了他 我还以为他早就死了 老神得知陛下 因刺杀而刑犯 特来毛遂自荐一番 大金的小小之徒 就由我来全部宰掉吧 在秦风丹药的帮助下 我已是徐坤净七层了 如此一来 就完成秦风交代的任务了 老头 懂不懂什么叫嚎骨不挡道 我不杀老人 快点滚开 虚空净七层 看样子不是什么大将啊 罢了 就拿你当耳吧 地面怎么 什么 即便是虚神境都不可能逃离 再这么挣扎也没用的 秦风 秦风 你怎么了 卿尘了 去置信暗杀任务的秦帆江 竟然还没回来 难吗成是出现什么问题了 秦风 你的部下被抓了 是帆江的 是的 皇帝营商已宣告全国 会在大军出征之际 拿他祭旗 据说抓住他的人 是青云派辈分最大的百里窟 这明显是个想隐匿过去的陷阱 我们只能放弃他了 今晚去营救秦风净 让其他人准备一下 好的 你们听到我说的话了吗 死在百里窟手下的虚神境 都有双手之术 你们虚空净去了 必死无疑 秦风净追随我很久 我不会弃他不顾 您放心 我们相信秦风 傻子在躁动 已经来了吗 不自量力的贼人们 久等了 老东西 你就是百里窟 该进棺材了 除了你之外 还有四人 营藏在附近吧 想趁着你我争斗之际救人 看啥的遍布之处 皆是我的地盘 没想躲藏起来 没想躲藏起来 不自量力 不自量力 不好 不好 好 我 怎么 一下就全军覆没了 这就是你们大秦的水平 那今天 就是你们的几日 就凭这种霸性 也想伤害到我 这 这怎么可能 既然虚神经高手 面对黄沙龙卷风 也束手无策 他竟然一箭就 时代不同了老头子 你早就该入土了 大爷不惨 就凭你个虚空经吧 杀蒙风大 以为这种玩意儿 我就找不了了吗 全都给我灰飞烟灭 洛神三世 神光离合 傻子 不再回忆我了 这怎么可能 是书族也失败了吗 望您一路走好 我会继承您的遗志 青云派 将会是这片大陆 最强的宗门 事后 秦风不仅救下秦帆江 甚至杀死了百里窟 这让荒谷官员们 畏惧到了极点 甚至有人劝谏 应放弃进攻大秦 够了 传我命令 七日后 进军大秦 尽尊陛下法旨 完了 还是要以卵击石 我们荒谷王朝 他是要完了 秦风这边 得知了荒谷 执意开战的消息 小双 你是破天宗宗主 告知宗内高手 准备迎战 我知道了 昊臣 眼下三江重伤未遇 我只能将这个艰难的任务 交给你了 将帝母大妖的士鬼部队 带来这里 好的少爷 好啊 既然暗杀官员 还达不到威慑的效果 那么就只能 干掉皇帝了 留给秦风的时间不多 好在 陆小双和安浩尘 都在一周内 完成了各自的任务 各位 我需要你们突入一座 荒谷王朝防御 最森严的要塞 此行注定性 这些全当是我先行 赠予各位的礼物 事成之计 我还有大礼奉上 诸位 我秦风 绝不亏待部下 诸位是否愿意为我而战 我们是不是 追准秦风大人 您给了他们那么多好处 那我呢 我正在开发 妖族专用的丹药 你将会是第一个受益者 妖族专用的丹药 我等妖族向来不会炼丹 药丹无门 现在他要炼支 专为我用的丹药 我愿发誓 此身此心 皆奉献给您 记住你的话哦 还请您务必小心些陛下 大千人颇为狡诈 他们极有可能在您侦讨之前 就先行出手 前来刺杀陛下 若他们真的传道以为 我荒谷无人 那这里便会是他的目的 什么声音 这些闯入皇宫的怪物都是什么 救命啊 哪里来的怪物 这些怪物的目标是皇上 荒谷王朝的人都是乌龟吗 没人出来战斗哦 救命 果然来了吗 竟然搞出了这么大阵仗 差不多该出现了吧 大秦的主将 初次见面 但荒谷王朝的气数 和你的性命 都会在今晚消逝 在朕的面前 竟然也敢大放厥子 总是密法 你杀龙爪 你这准头也不行了 气韵所化 诸禄龙凯 荒谷王朝永不消逝 定将统领整座大陆 此乃天命 诸禄龙啸 只有这种程度也像一统大陆 开什么玩笑 有谁一事 有风回血 怎么可能 你连虚神经都不是 竟然能破我的假 这条巨龙是荒谷王朝的气韵所化对吧 若是寻常武器 绝无可能将之破坏 可惜 你的敌人是我 荒谷王朝 你放心 我会采取和平方式将荒谷纳入大秦的版图 可恶 那是 卫神之才取来武器 护驾来迟 没事 事宜这次 就借下我的力量吧 我青银派能从刚死之人身上攫取修文 才刚刚恶战一番的你 还有再战的气力吗 可惜收了皇帝的修武力 苏京竟竟竟然临驾于皇帝之上了吗 还得受死吧 解决了 陛下 以后 我会代替你 成为荒谷的王 这不会就是你的杀手锏了吧 不去 太无趣了 这 这怎么可能 此人居然能 黯然无恙地挨过我的招式 既然如此 那就燃受我一半的寿命 为了提升力量 连对自己都下得了手 你可真恨吧 这都是为了干掉你 撒手锏 我空明闪 不自量力 落神 亦无情成 那 为什么 从他处夺到的力量 就以为自己能够运用自如了 这场夜袭皇宫的战争 在黎明之际迎来了终结 尘埃落定之际 以李如风为首的百官 也宣告臣服 至此 皇谷王朝并入大秦 以示定局 接下来 闲下来的秦峰 也要干起自己的老本行 舅舅成长的潜力 比我想的还要巨大 应该可以用丹药加速他成长 为妖独炼丹 前无古人后无来程 其中藏着诸多凶险与困难 但是我 不会失败 之后数日 秦峰成功炼制出了 专门提供给妖族的丹药 这就是妖族专用的丹药 毫无疑问 若我能将之吞下 必定大有必义 这颗丹药 真的可以给我吗 当然 弟母正好给我当丹药试验品 看看有无副作用 怎么是 丹药炼制失败了 我 重获新生了 这一枚丹药 就让我从虚空进五层 仅升为九层 此等大恩 唯有以命相报 用你未来的实际行动来证明吧 是 丹药在地母大妖身上成功生效后 秦峰便打算喂给啾啾 为什么效果很弱 看样子啾啾对丹药的要求很高 秦峰 飞鸿王朝说 他们可以成为大秦的附属国 但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飞鸿王朝的皇帝说 他必须见到某个妖物的尸体 才肯归顺大秦 是吗 荒谷一面 周边的大小王朝 都早早地归顺大秦 唯有飞鸿王朝提出了要求 看来飞鸿王朝最近被大妖盯上了 只是想找个靠山呢 我听我那妖兽出现不足疑悦 便杀死了飞鸿王朝 全部虚神进强者 我们还是放弃飞鸿王朝吧 为什么要放弃 飞鸿王朝的独有秘宝 以及取自妖兽身上的绝佳素材 我都要收入囊中 有失远迎 有失远迎 没想到大秦第一天才 秦邦大人 竟然会来帮助我们 韩轩就算了 直接谈正事吧 素文飞鸿王朝 培养神异飞鸿 羽毛如红 为飞鸿国宝 不知可否赠予我一些 这 我知道了 若您能成功消灭妖兽 我愿将红鸟全部奉上 那就请您备好 我会将妖兽尸体带回来的 感激不尽 只是一些羽毛就能请你出手 皇帝心里都乐疯了吧 红鸟之语 可是造就高等器物的必备素材 未来 它会后悔的 好重的妖旗 只是站在这里都会感到不适 人类舞者的臭味 融进了风里 竟然还有人来找死 轮为无仆人的饵料吧 哟 我来给你借样东西 你的命 笑话 自我登陆这片大陆起 虚神镜我剑一个杀一个 你也将消融在我的毒雀之中 虚神镜妖法 毒血潮涌 是吗 落神二世 青云碧月 怎么不笑了 虚神镜妖法 血雾弥散 消失了 废物 这一击 结果你 我就知道 这片落后的大陆上 只有我一个强者 砍了一个残影 就这么得意 你不过是只待过一个王朝的井底之蛙罢了 什么 你魂笔 咬咽 很好 妖河到手了 这可是我需要的炼丹素材 清风击杀大妖后就去找皇帝徐荣对线承诺 清风得到飞红王朝的红鸟 并决定将它们放养在天孝宫内 几天后 清风全神贯注的炼丹 自此 这片大陆有史以来第一颗八品丹药诞生了 其中 清风也炼制了给啾啾准备的妖用丹药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啾啾 你 你是 爹爹 啾啾 你羞成人形了吗 清风 我依照你的要求整理了一下大妖的资料 爹爹 爹爹 你什么时候有的女儿 等等 你误会了 一番解释后 原来如此 舅舅因为你的丹药而化行了啊 真可爱 小双 你说飞红王朝第一次和大妖接触 是在海边吗 是的 最先看到大妖的是渔夫们 我也跟严海渔民求证过了 果然 那大妖并非神奇大陆出身 而是远渡重阳 从别的地方来的 看来大清一统大陆后 得在沿海地区做一些预防性的工作了 同一时间 广袤的大海之上 就知道偷懒 你不是说 要追上血红君主吗 急什么 上岸后 我自会将她找出来并杀掉 登船后也不知道 请免修炼 成天就知道适合玩乐 难得能够登上这艘棚来 当然要尽情享受了 血红君主也好 未知大陆上的人类舞者也好 都不过 是需要清早的垃圾罢了 修炼出八品丹药 约一周后 秦峰决意突破 我去去就回 万一突破过程中有不对劲 就告诉我们 我们会一直在这里为你守关 也得加油 时空进之后 心魔就完全消踪匿迹 再无出现过 但还是要预防一番 虚神境 我来了 这里 到底是什么地方 我明明正在破镜 为何会来到这里 秦峰 欢迎来到我的领域 你是在破镜 但被我强行打断了 你是我的 星魔 没错 我就是你破镜最大的阻碍 有我在 你绝不可能 进身为虚神剑 但是现在我打算给你一个机会 和我共享肉体 不仅虚神剑 拓手可得 虚神剑之上 也是一若反掌 我若不愿意呢 既然不愿意合作 那你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这里是我的领域 你竟然能将武器复现 在我的精神领域 不应该我才是这里的王 不可能 就算你也能掌控这里 你的精神力 应该和我起估相当才对 是吗 怎么 怎么回事 我的领域正在崩溃 我早已不在是之前的我 倘若我拿出所有的精神力 还您承受得住吗 我来心魔 怎么可能会被你 所谓的心魔 终归也只有这种程度罢了 清风闭关突破已经大半天了 还没有结果吗 那是 这就是 薛神剑眼中的风景 我终于走到这一步了 爹爹 少爷 您成功破镜了吗 没错 你们要抓紧了 我有预感 接下来还会出现更强的敌人 更强的敌人 少爷 飞鸿王王朝被攻击了 不明身份的部队登陆了飞鸿王朝沿海 一路所向披靡 已经来了 已经来了吗 那就去会会他们 我冤献出本军所有珍宝 请你放过百姓吧 我的部下们坐船这么久 好不容易才能开婚 还望军守大人体谅一样 你的部下都成尸体了 当然可以体谅 现如今的你 就只是光感司令而已 鬼话连篇 看我撕了你那张臭嘴 这可是你自找的 怎么可能 那个臭小鬼竟然能伤到我 你属于哪个势力 不想死的话 把情报都给我吐出来 之后 秦峰逼迫蔡进炮 吐出了诸多情报 并知晓了沈海王朝势力 正在靠近 如今我们这片大陆 没准会遭到沈海王朝的入侵 今后我需要你们来此镇守沿海边境 我明白 当然 修行也不能懈怠 我为你们准备了足量的丹药 因为接下来我会离开一段时间 你们好好提升实力 一看 你要去哪里 我要先潜入那艘楼船 好好侦查一番 求你了 你抓我没用的 我深海王朝派来了楼船 我只是个冒进抢弓的六等先锋官而已 逼我强大的将领们都在楼船之上 楼船是吗 我来了 那难道就是 楼船 简直就是一座海上都市 放任它登陆的话 我大清必会遭受重创 快点快点 再过一刻钟 首席炼丹师大人就要开炉了 这船上有炼丹师吗 炼丹师大人 这批丹药出炉后 多给我一些呗 担任我的护卫 劳苦功高 自然可以 丹药你们谁都拿不走 哪来的老鼠 竟敢潜入炼丹房 与神进攻坡 没言弹 就这程度吗 落神而现 清云碧月 竟然一见就 你小子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来造送你们 神海王朝的刽子手 以为我没有注意到你们 我需要一份楼船的内部地方 你应该有了吧 秦风逃离炼丹室 约一刻钟后 一击毙命 杀了他的至少是位 虚神镜六层的高手 死人还破坏丹炉 最佳一等 四马兄 若不能揪出贼人 你我可没法跟圣座交代啊 我早已安排好了 专心等着那只老鼠 落网吧 像这样的武器库 竟然有十余个 必须全部毁掉 吵 吵到你了 只要杀了他 我的行息就能减少五十年 对吧 当然 钳制准备完成了 接下来 我还以为你们神海王朝的废物 找不到我 楼船太大 他们确实找不到 但我的蛛丝密法 却可以遍布船内各处 妖族 脸上那是犯人才有的刺青 瞧你那丑陋的刺青 难不成是神海王朝的奴隶 妖族居然当人族的奴隶 给我闭嘴 杀了你 我就不再是奴隶了 虚神镜密法 朱砂之枪 不要急躁嘛 我的蛛丝坚韧度堪比宝刀 他竟然一箭就斩断了 是惨死在我剑下 还是和我聊聊 选一个吧 怎么回事 潜入楼船的家伙 吞服弹药自爆了 尸骨无存 自爆 尸骨无存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他就是用这种弹药自爆的 我生命从他手中 抢来一颗 这竟然是一枚八截丹药 其中封存着 至传至烈的火焰能量 若吞下 确实足以焚毁虚神镜高手 若将宝贵的八截丹药 奉给圣座的话 圣座就一定不会追究 首席炼丹师之死了 诸贼有功 我会履行承诺 多谢大人 诈死之策有效的话 我就还能深入地探索这艘楼船 越发深入这艘楼船后 做神剑就似乎有所感应 有必要去看看 那个炼丹师给我的地图 根本就不全 幸好我现在也有了新的助力 计划成功了 该给我定金了吧 当然没问题 幸好将它周围布下了 追随我吧 我会给你一个崭新的未来 不答应的话 就只有死路一条呢 既然如此 我知道了 需要我做什么 先帮我炸死瞒过神海王朝 神后再帮我 你被卷入了荒焰翠尸丹的爆炸里 受伤不清 先服下我精心调配的丹药 真的给我这么好的丹药 罢了 就信你一次 丹药不仅在修复我的身体 还在提升我的胸围 你究竟是什么人 你未来会知道的 现在 我需要你给我绘制楼船底部的地图 你想去楼船底部 我劝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 尤其是最下步的几层 那是独属于远征军 附同鬼裂的领域 其中暗藏无数危险 在航行中犯了错的 无论人族妖族 都会被带入底部 就此消失 我早已闯过了无数鬼域之地 楼船而已 我还没放在眼里 我只能带你到这里了 足够了 果然 越是深入 洛神剑的反应就越聚烈 难道洛神剑感应到了 新的洛神剑法 这些都是妖族强者 和人类强者的标本吗 怪不得我未能感知到 活人的气息 原来是个活死人呢 活死人会记住 换杀炮 真可 死了还被做成武器 虽然是 青雲碧月 就让我送你复归清净吧 闹出这么大动静 我也必须加快速度了 很棒 很棒啊 明明才虚神镜一层 却能将我的活死人干掉 真是绝佳的素材 杀了你 再将你改造为活死人的话 假以时日 定能与圣座分天抗礼 你就是幕后玩弄王者的混蛋 你比妖族还该死 就凭你 别想对抗我 给我乖乖躺好吧 鬼术 叶杀炮 我能感受你的球里涌动的能量 那个球很危险 这可是我前期延期五十年的成果 你绝无可能破解 这个青年的天赋 世所罕见 一旦改造成功 我就能将神海王朝收入囊中 一直以来你都在驱使活死人替你战斗 多久没有亲自上阵了 什么 死你这样的人 才最该成为尸体 你那球我还能高看级 但你根本不值一提 失去了操纵城 即将暴走了吗 是 如果能给我大清武者配备类似的法器 或许就能轻松抵御神海王朝了 而且洛神剑愈发兴奋了 里面一定有其他好东西 不是这个 找到了 洛神剑法第四世 看见他那人 是第四世 必然也是个霸道无比的招式 只不过第四世 为何会在神海王朝 鬼猎 该开始登陆前的最后一次作战会议 快点上来 这男不在吗 二样子又在沉迷人体改造了 楼船内竟然还有这样的沟通手段 他们恐怕会派人来找鬼猎 我必须尽快撤离啊 等和采装会合后 启动布置好的机关 便趁热离开楼船 没定的长矛 这点小戒狼 对我无效 司马大人料事如神哪 果然 楼船内还有没清理完的蟑螂 我便去司马大人 心里掉你 我没时间跟你这种喽啰周旋 给我滚开 对方已经开始找我了吗 可怕不止机关的彩妆会背 潜入楼船的消想之辈 给我听清楚了 我将与五十处决你的同党 若是还顾及他的死活 请来行刑台吧 可恶 被利用了还如此死心塌地 不肯透露丝毫情报 你是傻子吗 我本来就没奢求过他来救我 能将我视为同伴 我已经很满足了 你 那你就是死吧 到此为止了吗 我看谁能伤他 秦枫 他就是前路流传的贼人 那把剑 难道是圣座一直在寻的洛神剑 哼 相逞英雄 我早已再次布下了天罗帝王 什么 所有的武器过后两步都爆炸了 快去灭火 火势正在不断扮演 这是你做的 没错 我暗中将丹药设置在楼船内各处 就是为了在此刻给你们惊喜 属子 将会胜作自下的楼船 你我服罪 服罪 别是吗 你和你身后的王朝 我都要毁掉 神 一武清城 怎么可能 丛林大人竟然也战败了 打败了统领的究竟是什么人 统领 我马上要死了 专心上座吧 是 离开楼船后 秦枫踏上了回家之路 少爷 秦枫 你平安回来了 你身旁的女子是 她身上的衣服怎么破破烂烂的 大家好 她将彩妆 相亲之后再说 集结所有人 接下来要开会了 是 秦枫召集了同伴们 简单讲述了自己在楼船上的经历和剑文 并将鬼猎打造的特殊法器交给了南宫血情 七级男公甲能将之复刻并量产 这件法器能发出射线 第一轮交手 神海王朝已经输了 接下来就该我们出招了 即日起 整合大秦之力 打造跨洋航行的舰队 是 我们要让神海王朝知道 他招惹了一个自己绝对惹不起的国家 建造计划开始后 大秦的工匠全都被召集到了飞鸿王朝建造舰队 秦枫将舰船督造等工作 全都交给了陆小庄等人 至于他本人 则正忙着扩进 虚神经的力量尾时太过狂躁了 不过如此一来 我就有信心灭掉九层的对手了 等到舰队打造完毕 就可以去往神海王朝了 上座 楼船鹏来的反应已彻底消失 远征军疑似全面 无需介怀那些小事 我教给你的任务完成得如何了 我等八海记已经找到了那处海底龙宫 并即将开始探索其内部 这就是我们的旗舰吗 在你闭关的时候 启航的准备就全部完成了 很好 明日启航 这一次换我们远征神海王朝了 虽然路途遥远 但因有神海王朝出身的彩庄 负责领航 所以舰队不必担心迷路等问题 秦枫也在航行中 彻底掌握了新获得的洛神四世 秦枫 离玺 是神海王朝的八海记 什么 八海记 是的 八海记当常独自毁灭一座大型王朝 是神海王朝的顶尖战力 你们是谁的部将 不知道附近海域 非八海记不得入吗 八海记 什么玩意儿 八种海鲜 神海王朝内下不尽上 躺住 搞不清楚状况与实力差距的准况 落神四世 阶线开箭 好厉害 既然一击就秒杀了神海王朝的最高战力 这种事怎么可能 奇怪 八海记一向听令做事 不会出现在这片海域 这么偏偏撞上了 该死 该回去向圣座报信 别跑 放开我 别 老实点 说 你是什么人 我 我 我 风少 他是八海记中的刺客鬼眼 是 你是和刚刚那大块头是一伙的 那我就送你去和他底下作伴 大人饶命 你们也是冲着秘宝来的吧 只要能放过我 我愿意带你们去幽静之海 什么幽静之海 是神海王朝附近最危险的海域 传说 就是虚神境巅峰的强者去了 都会葬身海底 那鬼地方怎么可能有秘宝 你休想坑骗风尚 不不不 我哪敢啊 真有秘宝 就在幽静之海深处的海底龙宫 圣座早就带着八海记的其他六人去了 只留下我和枫叶在此接应 求大人饶我一命 我知道路 能带你们去找海底龙宫 仔细想想 这或许是个将神海王朝一王打尽的好机会 给我们带路 要是敢动歪心思 小心你的命 明白 明白 于是 舰队改向 浩浩荡荡 驶向幽静之海 但实际上 秦峰并没有彻底相信鬼眼 对 就是这个方向 这个鬼眼明显有所保留 让我看看他究竟在打什么鬼眼 鬼主意 怎么回事 这动静 是大批灵体剑鱼 我们遇上海底收成了 不好 他们在攻击舰船 再不阻止船就要废了 哈哈哈 终于让我等到机会了 不枉我故意将他们掩埃 这下不但能逃脱 还能利用海底兽巢 重创他们 立了大口 天要枉我 我 封上 风上 风上出手了 睡 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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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吧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多谢傅赵 多谢傅赵 此后鬼眼不敢再耍手段 老实带路 一路上风停荡静 然而三天后 舰队却又遇上了麻烦 怎么回事 这物太邪门了 根本看不清海面 我也觉得诡异 这种情况下 舰船不适合冒险前进 秦风 我怀疑这是障眼法 有什么在阻碍我们 神为的 又是你在搞鬼 冤枉啊 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啊 这条路是前往海底龙宫的 必经之路 常年大物弥漫 想顺利通过 除非有虚神坐经帮忙 但虚神坐经这种海兽 极为稀少 除非有高品质的丹药 才能吸引他们出现 正好 这 这是 七品丹药 没错 还好来之前 多炼制了一些丹药 这玄陵宁币丹中 运含水之灵气 正好用来吸引寒寿 去 虽说是七品丹药 一枚恐怕不够 当初圣座可是耗尽 神海王朝之力 用了整整一百枚 才收服一头虚神坐经 这 什么 虚神坐经 告诉你的同伴 带我们走出这片海 丹药管够 居然一枚丹药就搞定了 虚神坐经这么好收买 拿绳坐篮 套在这些虚神坐经身上 好 出发 接下来 全速前进 由虚神坐经开路 其他海兽纷纷躲避 舰船很快脱离了迷雾海运 脱离了迷雾 接下来就能安全抵达龙宫了 太好了 居然这么轻易就渡过了 幽禁之海的重重危险 和风哨的实力相比 圣座简直不值一提啊 看我该好好想想 以后怎么跟这风哨混 这是怎么了 这是漩涡 你们又没有感觉到 一股很纯粹的灵力 好像 是天才地宝的气味 好像真的有异象 莫非是秘宝初是 引发的天地异象 天才地宝一般都有 强大的凶术守护 大家一定要打起精神 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福尚 我们明白 怎么回事 那灭宝 居然给我一种熟悉的感觉 灭神境的浩日鬼屋 不惜简便能秒杀一片 巨神境强者 不能让它发动攻击 我们抵御不了的 救救 困住它 成功喷出浩日鬼屋了 太好了 是圣座的船 浩日鬼屋 竟然被制服了 圣座来了 你就是沈海王朝的统治者 我乃破天宗秦峰 代表大秦 正式向沈海王朝宣战 看不见我 看不见我 大秦 就是歼灭蓬莱的那个王朝 好不容易才把浩日鬼屋 赶出老巢 这时候可不能出岔子 真要开战 大秦也得不到好处 不如你助我夺得宝物 我愿赠你三座城池 三座城池 听起来不错呀 不过大秦要的 不只是三座城池 而是吞并整个沈海王朝 好大的口气 只怕大秦没这个实力 既然你不肯建好救收 那就干脆去死吧 阿海记 杀了杜 杀 受死的吧 可神 一武卿城 什么 现在你相信大秦 有吞并沈海王朝的实力了吗 这人不简单 大家一起上 是 反召任沈海王朝的人 必须死 接招 啊 先顾我们这关 沈海王朝不可小觑 出发前我会帮你们把实力 全员提升到虚神境 好 好 多亏秦风 如今我们已经有了能和巴海记对战的实力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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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海稷竟然被阻挡住了 对手是我 老强 他的实力莫非在灭神镜上 你是第一个能扛过这招的虚神镜 但灭神镜以下不配做本座的对手 谁告诉你 修为能决定一切的 什么 洛神三世 行光离合 开死 既然能爆发出如此恐怖的力量 这人怎么可能只是虚神镜 看来 只能使出杀招来 狠猛的妖气 你是妖 圣柱竟然是妖族 这几年 我伪装成人类张口深海王朝 没想到今天之悲意逼出了尖身 弃痴人座 你该死 头好决啊 没力气了 怎么回事 不好 强大的妖族可以展开妖狱 她的妖狱有剧毒 大家立刻扶下这些碧玉灵骨丹 能解毒 是 是 风少 是 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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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哼 区区人 猪同意 不配奢求本座的錘帘 尚 你还是作为养笨 我补充力量吧 现在我比之前还要强 我倒要看看 你这人座 怎么跟我斗 不好 昊日鬼屋要跑了 我的薛瑞冰之花 如果你的虚神经二层 别想跟我争央黄蜜宝 虚神经二层不行 那就五层 谁也不能阻止我 有神二世 清云必月 这就是蜜宝血蕊冰之花 好强的能量 区区人所竟然抢我蜜宝 我要把你八体踹骨 落神损失 一线千开快 怎么可能 太好了 风烧赢了 风烧 不太对劲 清风难道是实力涨得过快 产生新闻 你终于来了 你就是我的心魔 看来你还是没弄懂 那我就大发慈悲告诉你吧 我曾经屠落大地 毁灭人族 是这片大陆最可怕的梦魇 我就是你上辈子最大的敌手 景天妖黄 风烧怎么了 情况不对 我去看看 风烧 清风 清风 你没事吧 没事 刚刚吸收太多能量了 一时没反应过来 对了 昊日鬼屋的尸体还在吧 哦 在那儿 刚刚太乱了 我们都没顾得上处理 你问这个做什么 啾啾 昊日鬼屋的语斥 可是精华所在 说不定能帮啾啾 把修为再提上一提 去吧 啾啾 啾 太好了 啾啾的实力再强一点 就能直接对抗薛神进高手 这对我们来说 可是一大助力 我也想变强 真羡慕啾啾啊 清风突破 现在啾啾也挺伤了实力 却无一人伤亡 这场仗打得直 实际上 刚刚我差点就死在了 幻僧中 什么 受死 什么 别再白费力气了 清风 我已经在你的体内重生 如今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你也重生了 我 是不可能 接受现实吧 之前你太弱 我只能被迫沉睡 现在你吸收了血蕊冰金花 才终于唤醒了我 虽然你如今的力量不足以让我完全复活 等我有的是耐心 你成为第一强者之日 就是我敬天妖皇 出世之时 到那时 我将重新代理妖族 大凭人间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今天妖皇的事 现在说出来 只能引起恐慌 还是先打下沈海王朝再说吧 在鬼眼的带领下 清风率领众人攻向沈海王朝 通吧 大秦王朝的人打进来了 快逃啊 为了圣座等强者的沈海王朝不堪一击 很快清风就拿下了皇城 沈海王朝的官员全都绑起来了 是的 风少 这期间无一人敢反抗 好 沈海王朝的天才地宝 尽归秦风所有 云金轻便坚韧 可是对付妖魔的戾气 带走 墨铁淬炼后打造的神兵戾气也不错 而且材质罕见 也带走 哈哈哈哈 带走带走 好东西通通都带走 除此之外 还有了意外的收获 风少 感谢风少推翻沈海王朝 解救了这些受压迫的妖族姐妹 他们无处可去 又感激风少的搭救 都想跟着风少您 那就带他们一起回大秦吧 彩庄 以后就由你和帝母 一起管理他们 是 多谢风少给了他们祈祝 三日后 秦风大劫回朝 大秦皇帝亲自迎接 秦风 你小子终于回来了 哈哈哈哈 此次我信不如使命 彻底推翻沈海王朝 为大秦扫除隐患 好 你可是大秦的功臣 朕特意为你准备了盛大的庆功宴 年会上在论功行赏 不必了 比起庆祝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如今金天妖皇和我共生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会霸占我的身体 实在不是庆祝的事后 上辈子 金天妖皇可谓是人族最大的强敌 他带领妖族肆虐人间 杀灭人族强扯 我也令他惨死 那是我重生后 最不想回忆 却也无法忘掉的阴影 金天妖皇不能再苏醒了 如今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我自三修为 让金天妖皇 重新陷入沉睡 风尚 有大事发生 发生什么事了 你们慢慢说 风尚 上次您帮我提升修为后 我就已经跻身妖族强者之恋 对于我们妖族 实力越强 对其他大妖的气息 也就越敏感 没错 就在刚刚 我和彩庄同时察觉到 有一股强大的妖气 从东南方飘来 一定有大妖进入了大秦地界 我也能感觉到对方很强 甚至给我一种灵魂上的恐惧 少儿妖实力不容 到底什么大妖 能让他们怕成这样 彩庄 你留在大秦 继续管理妖族 帝母 你随我去东南方查探 是 自三修为的事 暂时放一放吧 先解决了眼前的危机 再做打算 新鲜的血量真不错 只可惜 这些远远不够 我 我立刻为您抓更多人来 只求您 别杀我 只要你乖乖做我的奴仆 我就饶你一命 毕竟 我还需要你帮我稳住秦峰 虽然不知道今天 怎么会藏在一个人类体内 但只要趁此机会 将他和秦峰彻底消灭 我就是新一代妖皇了 哈哈哈哈 是是是 我一定帮您杀死秦峰 消灭妖皇 这 怎么了 风尚 我确定大妖就在这个方向 只是不知为何追到这里 气息就消失了 我什么都感知不到 没事 你不用紧张 我也觉得这城 有股说不出的古怪 总之 先找城主问问情况吧 风寿 是我 敢问阁下时 在下飞沙城城主 汪雅芝 有失远迎了 你接到大秦的消息 我就赶来了 只是没想到 几位来得这么快 先进城吧 有劳城主 什么 小心 有妖气 住手 秦峰你怎么 非沙城里居然有妖 还是个这么弱的小妖怪 汪城主 知道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 这 不要 不要伤害我的孩子 孩子不懂事 这位大人 你有什么冲我来 娘 我不是故意的 没事了 没事 又一只妖 大人 恐怕飞沙城里 不止这两只小妖 什么 您看 那是我邻居 他怎么了 好像是孩子撞到了什么大人物啊 这下可摊上麻烦了 汪城主 你最好解释一下飞沙城里这些妖怪的来路 还有他们怎么会跟百姓共处 我说 我说 是因为妖族内部几个大妖争权 导致族内动荡不安 许多小妖才纷纷混入人界求生 我看这些妖怪可怜 又对百姓没有恶意 才容纳了他们 这些天来 他们从未在城中惹事 却没想到会冲撞风哨 看百姓们对这些妖怪习惯的态度 这些妖确实毫无威胁 只是城主收留这么多妖怪 真的只是好心 风哨 这件事我也有责任 不如今晚我来好好款待各位 就当是赔罪了 好啊 风哨 我敬你一杯 算是对白天的赔罪 只是个意外而已 汪城主不必太在意 大秦之前只通知了风哨要来 不知道风哨此行是为了什么 其实几天前 我的属下探查到一股强大的妖气 入侵大秦 妖气来源就在飞沙城 什么 大 大妖 汪城主别怕 要是有大妖出没 非沙城早就适合变眼了 大概是我属下弄错了 至于那股妖气 或许是那些城中小妖怪的气息凝聚在一起 秦风 你怎么 身体怎么突然没力气了 这种感觉是毒 这股气息是大妖 小子 单独的滋味如何 大人 光雅之 你身为城主 竟然和大妖同流合污 要是不归顺大人 我和飞沙城早就灰飞烟灭了 秦风 说到底 你才是罪魁祸首 不错 我故意释放妖气 为的就是引你来飞沙城 就连那些小妖 也是我为了让你放松警惕而布置的 我可是做了万全的准备 你就别挣扎了 乖乖交出你的命吧 什么 还好我一进城就觉得不对劲 事先已经让大家服下了白草解毒丸 你明知道九燕有问题 居然还主动送上门 不这样做 怎么能以你这个幕后黑手暴露真身呢 只是没想到 打上门的居然会是老熟人 上一世武帅可是静天妖皇的左膀六臂 残暴世袭 令人龙风丧暴 因为不甘屈居静天妖皇之下 而起了内讧 最终被反杀 对付你 我一人足矣 就凭你 别 别狂妄了 没事吧 好戏才刚开场 秦峰 可恶啊 我们和大妖的力量差距太过悬殊 强行参战只会拖秦峰的后腿 对方的妖气好强 我甚至无法靠近 这场战斗 仅凭秦峰一人 真的能赢吗 小小虚神剑 别想跟我斗 我可是灭神镜三层 军阙五神镜妖法 星空缺海 清风 风尚 这点妖气 也想压制我 太好了 清风反制了那个大妖 我的技 风尚刚刚用的 好像也是妖气 这个气息 今天果然就躲在你体内 谁要杀了你 今天就会一起神行俱灭 这可是我成为妖皇的大好机会 这把剑 清风 要不是有那股力量固体 我怕是会立即灰飞烟灭 再撑下去 你可真要死了 今天妖皇 我摔这样的大妖 你一个人族搞不定的 不如把身体交给我 只要我出马 解决它一如反掌 什么解决武帅 归根结底 不过是想多射我 不过 这或许也是我摆脱 我进天妖皇的机会 好 我的身体暂时给你 但你只能帮我解决武帅 不准伤害我同伴 放心 我会好好利用这具屈极 这下 那小子肯定连渣都不胜了 我要让整个妖族都知道 今天死在了我武帅的手上 想杀本皇 你没那个本事 今天 今天 你会把身体 这么说现在风少体内的 是妖皇 没想到情风那蠢货 真会把身体让给我 我终于夺赦成功了 有了这具身体 下一步 我就能统领妖族重新肆虐 怎么回事 你的意识居然还没消散 这是我的身体 自然要夺回来 想让我继续沉睡下去 做梦 请天妖皇 上面是你害的人族灭绝 这一世 我绝不会让你有机会危害人族 请 父上危险 你承受不住的 快离开 不好 清风又和晋天妖皇同归于尽 清风 你疯了吗 快住手 这样下去 也会魂飞魄散 什么杀了你 我神最博的生机 我在所不信 生子 要死你一个人去死 我可不奉陪 要做秘境 燃烧魂体 雪雀人族 竟然逼得我燃烧魂体 实际大部分修为 你终于中劲了 是 什么 之前进步的目标明明是你 怎么又反噬回来了 今天 你没想到吧 其实我早就见识过这法器 上一时 这阵势金波 是为隐居修士的法器 妖族刚入侵时 那位修士就是用着法器镇守一方 保护了许多人 后来那位修士陨落时 恰巧将操纵这法器的方法交给了我 虽然不知道金波为何会落入武帅手中 但正好能助我击败晋天 灭 清风 总有一天 我会回来的 你没这个机会了 今天 终于死了 重生后 上辈子妖族日清 人族覆灭的惨事 就成了我心里挥之不去的阴影 甚至差点生出心魔 现在我终于亲手杀了净天 为人族暴出血恨 妖族没了手礼 想必短时间内 也不会再来侵略人族 风少 秦枫 你没事就好 你刚刚那招太冒险了 我差点以为你真要隐秘换命了 怎么可能 我又不是不要命啊 话说回来 镜天妖黄怎么困在你体内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又怎么对另一只大妖的法器那么熟 这妮子心思赚得也太快了 一瞬间就抓住了这么多漏洞 该怎么跟她解释呢 汪城主 把我们坑成这样 你还想逃 封 封 封少 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 封少饶命 我也是被逼无奈 才助纣为虐 少来 你这个罪人 跟我们回大秦受罚 是 是 秦松居然敢算救我 我今天迟早 要再杀你一次 终于回到家了 一路上你看管着犯人 都没怎么休息 我去找皇帝封命吧 去吧 事情总算告一段落 我也能享受享受养老生活了 秦风 陛下 家主怎么来了 你总算回来了 我有些事必须跟你商量 大荒秘境即将开启了 什么 大荒秘境所在的西北 乃苦寒之地 人济寒至 然而秘境内 却蕴含着天灵地秀 有无数天才地宝 铁寒国 神月国 早已派人前往 要是他们拿到秘境珍宝 我里大仗 势必会压过我大行 秦风 为了大行 你可愿走一趟 我 魏国 秦风亦不容辞 我等运随风少 一同前往大荒秘境 按理说 我们已经到了大荒秘境附近了 怎么周围还是这么荒凉 难道是秘境还没开启的缘故 管它呢 好久没大战身手了 待会儿我可要包援秘境里的 恐怕没那么容易 你们看那边 尽量别和他们对上 虚神镜巅疊风 风少 我和双几人都是虚神镜三四层的实力 但我们只会拖累你吧 哼 其实来之前 我便猜到了此行不会那么顺利 但就是因为实力不强 你们才更需要历练 自从解决了镜天妖皇 我便没了那股强大的冰死力量 修为也停滞不前 这次来 也是想试试在实战中突破自身极限 连一个灭神镜的都没有 还敢来闯大黄灭镜 你是何人 口气这么大 实力这么弱 本皇子一根指头都能碾死你们 小白脸 你是灭神镜又如何 我的实力可是通过战斗 十打十提上来的 真打起来 指不定谁强谁弱 区区见名 还敢对本皇子出言不逊 看我怎么教训你 受死 封手 又来一个 不过是虚神镜九层 找死 想死的人是你 住手 这道力量明明异常强大 却有水一样温和 看来对方并不想伤人 敢问阁下事 圣女 圣女 你来得正好 这群剑民胆敢冒犯本皇子 我要把他们错骨扬灰 住口 大荒秘境不是你能胡闹的地方 若是再惹是神非 便自己回神月谷 什么 我好不容易才求到金秘境的机会 绝分能功亏一篑 我 我不会再闹事了 还请几位 原谅我国皇子的冒犯 没事 这个圣女倒是明势力 实力也不错 进了密境后 或许能找机会同她合作 这是 密境开启了 神月谷众人 随我进去 是 滚开 我先进 你做梦 密境里的灵药 我要定了 什么 这速度 居然被那几个虚神镜抢先了 大荒秘境 我来了 终于进入秘境了 凌方 风兽 幸好我们传送到了一起 是啊 风尚 我们快去寻宝吧 早就听说 密境富饶 定有很多天才地 此地环境恶劣 连荒墨都不如 真的是密境 圣女 我们该不会来错地方了吧 不会错 这就是大荒秘境 宝物 或许藏在不起眼的地方 我们先找找看 我们也搜索一下周边 注意警戒 在密境里 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是 我去那边 我去更远的地方找找 这是 能抵御白火的鸡品鳞貂皮 我找到宝贝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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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嗯 嗯 啊 啊 快走 荒谷雕獸一向群聚 再不走就有大麻烦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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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开 别倒路 小蝉 啊 啊 啊 小蝉 啊 啊 啊 小蝉 没事吧 啊 我没事 啊 明白呀 dx 还要多谢这位姑娘救了我 应该的 当务之急 是要先摆脱这些凶兽 风少 前面有个山洞 太好了 先进去避避 还好及时找到这个地方 不然迟早耗尽体力 那可就危险了 没错 这次多亏圣女 才能躲过那些畜生的追捕 等回国以后 我一定让父皇 好好赏赐圣女 看他放在出招 他的实力起码在 面神经五层以上 对付几只凶兽 我处处有余 为何不战止逃 奇怪 圣女 你怎么了 没事 刚刚对战时 牵扯到旧伤了而已 圣女 你本就有伤 干嘛非要跟妖狩硬碰硬 带着我逃脱不就行了 都怪这群低境界的废物 碍手碍脚 遇到危险还拖累我们 碍手碍脚的是你 要不是刚刚情况危急 我早就跟你算账了 你 你敢骂本皇子 信不信本皇子杀 何天宇 你跟我过来 哎 少 少女 这什么狗屁皇子 气死我了 我宁愿出去打凶兽 都不想和他待一起了 先忍忍吧 除非能驱散那些凶兽 否则现在出去 无异于送死 驱散凶兽吗 或许我可以试试 少女 那群废物一点用都没有 干嘛让他们跟着 你只要保护我就行了 还是说 你其实是想让他们当诱饵 关键时刻抛出去 迎走那群凶兽 这么卑鄙的话 亏你说得出口 何天宇 你做个人吧 别以为我没看到 方才是你推了陆姑娘 她才会身陷兽群 我 我那是为了自保 你可不能因为这点小事 和我翻脸 我要是出事 父皇肯定饶不了你 哼 少女 你这次来秘境 不就是为了拿到 七瓶火吃丹治疗暗伤吗 和我闹翻对你可没好处 你不用威胁我 这么多年 我早就习惯了暗伤的折磨 这次即便不要丹药 我也不会再帮你 昂 魂都突然升高了 热气 好像是从外面出来的 离火 去 丹炉 他竟是炼丹师 不错 秦锋乃是我大秦的丹道第一人 弯少说了 手不如弓 带着炼制除去赶凶兽的丹药 我们便能杀出去 啊 装模作样吧 这么简陋 怎么炼丹 我神月国的大祭司 可是六品炼丹师 炼制灵丹时 起码得十位强者护法 还必须要用顶级草药 天灵神火 如今我们被凶兽围住 精疲力竭就算了 这小子用的还是一堆杂草 怎么可能炼得出丹药 难不成 他比六品炼丹师还强 这小子欠揍我 别冲动 你忘了秦锋刚刚的叮嘱了 专心护法 其他的事不必在意 反正秦锋自会打脸 没错 待会儿丹药炼成 看那姓何的还有什么话说 何天宇 炼丹消耗巨大 你不帮忙就算了 万不可打扰秦锋 我 行 我就站在这儿 等着看你用这堆杂草 炼出什么玩意儿来 快看 好浓郁的灵气 大功告成 什么炼丹 你你你 你分明就是想烧死本皇子 这什么玩意儿 你是 何天宇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还不都是因为你 不得对风少无礼 圣女 能在这种环境下炼出丹药 风少的实力 简直颠覆了我对丹道的认知 只是一些驱赶凶术的丹药而已 不算难练 正好练了很多 你们也来一课吧 多谢 什么破丹 本皇子才不吃 说不定没被野兽杀死 先被你给堵死了 真是不识货 在大齐 风少的丹药可是一丹难求 你不吃我吃 待会儿可别后悔啊你 三江 没事的不要怕 我就说丹药有问题 这大块头不行了吧 别胡说 是丹药起效了 不过 这次的丹药 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啊 什么 什么味道 风少 我怎么会变得这么臭 这叫以毒攻毒 我方才用来炼丹的几味草药 是野兽最讨厌的浣海玉 银顶臭松 兽心花 服用后 浑身散发的臭味 会让猛兽厌恶躲避 不信 你到外面试试 我试试去 凶兽厌恶躲避 凶兽居然夹着尾巴逃跑了 效果不错 什么 这臭丹效果居然这么强 给我一颗 跟被凶兽摇死比 臭一点又算得了什么 我也要 这都是为了秘宝 好臭 终于进入密境了 确定秦枫就在这里 错不了 情报是这样说的 传我命令 全体妖族 不惜一切代价 杀死人族秦枫 是 区区一个人族 居然逼得妖皇大人元气大伤 夺舍才毁了妖族 我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 说得好听 先找到人再说吧 密境里那么多人族 到底哪个是秦枫 救命啊 救命啊 哼 我知道该怎么找到秦枫了 风哨的丹药也太好用了 一路上凶兽都躲着我们走 敢冲上来的也坚持不了几下 就被熏晕了 我们一路上那么顺利 多亏了这臭丹 这样下去 秘宝迟早是风哨的 恐怕没那么容易 大黄秘境和其他秘境不同 除了凶兽 难保没有其他危险 想要顺利找到秘宝 恐怕需要更多的帮手 我想先找到铁韩国 和林药国的人 风哨是想和各国联手 一起巡找秘宝 不错 这件事交给我吧 我神月国的秘法 或许能帮得上忙 神月秘法 白灵斩 风哨 跟着白灵走 就能找到其他两国的人了 暴飙 你赶紧把这些妖兽解决了 解决个啥 分明是你们迎来的妖兽 再不出声 大家都得死 想让我当肉盾 要死也是你们先 什么 糟糕 跑不掉了 落实三世 神光离合 你们也想试试 居然一击 就杀了一只 灭神镜实力的凶兽 这是何等实力 可是凶兽不止一头 恐怕我们还是逃不过 其他凶兽 就让驱兽丹来解决吧 什么味道 好臭 简直像我太阎十年不喜的脚后跟 凶兽们居然全都跑了 来的到底是何方神圣 大秦王朝 秦峰 大荒秘境内危险重重 你们可愿同我合作 合作 你开什么玩笑 大家都是为了宝贝来 不杀得你死我活就不错了 怎么可能合作 况且 你一个虚神镜 有什么资格跟我们谈 不会以为赶走几只凶兽 就能和我们平起平坐了吧 语 语 慧 语